这次航母组成编队以来 首次向国人展示其训练成果 演习共动用辽宁舰等各型舰艇数十艘 飞机数十架 发射空对空空对舰和舰对空等多型多枚导弹 这是航母编队训练的一个标志 它标志是什么 标志着从平台训练向体系训练的一个转变 标志着我们航母编队战斗力水平 到达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次演习先后开展了舰力侦察预警体系 空中拦截 对海突击和防空反导等科目演练 其中最精彩的科目就是编队的核心战斗力 舰载机在舰上携带导弹起飞 对异定目标实施了精确打击 我们这次这个实弹的这种弹道的选择 实际上是发挥了武器的最高的性能 按照边界和极限性能发射导弹 对舰载机飞行员的飞行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发射过程随时会发生各种不确定的险形 飞行员必须在注意力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一边控制好飞机 一边用最短的时间创造出满足导弹发射的一系列精确条件 当时徐英采取的是超低空掠海飞行 从画面看机翼几乎贴到了浪花 稍有不慎 飞机都可能与涌起的海浪相撞 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 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徐英驾驶战机从敌方雷达探测范围边界以下的高度 突破对方监控防御体系成功发射 如果能够按照这种边界条件和危险高度飞行 就说明它已经能够掌握目前的舰载机缩的性能 专家认为 从四年前我们拥有航母 到现在形成作战能力 我国海军综合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的发展 已经驶入快车道 我们观察我们所有的飞行员 把以前的飞行变成了战斗 实现了从会飞到会打的历史性跨越 从时间上去计算 我们总的一个标准是 中国海军用四年走过了这个历程 演习画面中能够看到在徐英的头盔上清晰的英文字母 Shoot them 这是他演习前一笔一画亲自写上去的 能够给自己也加加油 给那个导弹也加加油 然后希望他能够达到我们那种击中目标的那个效果 当然是最好 所以这样我又写了一个数字 就他们吧 激动他们 激动他们 对徐英和他的战友们来说 这是一份早已立下的军令状 2013年5月10号 舰载航空兵部队横空出世 从空军海军各部队选拔上来的优秀飞行员 组成我国第一代舰载机飞行员团队 他们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空白区 没有技术 更没有任何经验 当时难度最大的训练 是如何突破着舰技术这个难关 以前作为陆机常规这个飞机来讲 我们是收油门减速轻轻的落地 那么作为舰载机来讲 它不可能 我如果要达到在舰上着舰的这种目的 飞行员着舰的时候是接满油门 这样的动作 而且着舰的精度要求特别高 第一次上舰 当飞机挂出所 飞机停下来的那个瞬间 确实比较比较紧张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眼睛也没有什么 眼睛基本上不动了 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能用了两秒钟的时间 才明白 哦 我实现着舰了 舰上降落几秒钟 背后却是成百上千次的训练 飞行员加大油门 驾驶舰载机着舰 在尾沟挂住阻拦锁的瞬间 时速从几百公里骤减到零 飞行员和飞机都承受到巨大的过载压力 挂锁的一刹那 对领椎 尤其是脖子这一块的话 影响确实挺多的 每次挂住锁之后 顺其自然的身体就会前倾 头就都会扎下去 这时候脑子的话一定要保持清醒 着舰时飞机速度很小 接近失控的边缘 操纵难度和风险很高 刀尖上的舞蹈 被用来比喻舰载机飞行员 在空间极度有限的航母甲板上 着舰的高难度和高风险 世界范围内 舰载机的训练代价都非常高昂 美国海军从拥有舰载机到今天 已经牺牲了上千名飞行员 飞行员的风险除了人为操作 装备缺陷和保障方面原因 造成的风险 更是很难排除一些不可抗拒的危险因素 飞机的话在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面临 马上就是飞机失控的一个边缘 一个风险 我们是时时刻刻跟这种危险 刀尖上的舞者就是 始终你就没有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就是造成我们为什么每次找舰 都要第一反应 加板有本 是为了逃逸 航母的甲板很短 而且航行时始终在运动中 舰载机降落时虽然由阻拦锁来辅助 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飞机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每次都能挂住锁 一旦挂不住 飞机就会掉到海里 所以飞机降落时 接触到甲板的那一瞬间 需要立即加满油门 一旦飞机没有挂住锁 飞行员操作飞机再飞到空中 挂住锁了再收油门 而每一次着舰 外界条件都不一样 绝大多数事故的发生 就在着舰的那一瞬间 所以舰载飞行员的飞行 应该讲每一次都会有极大的风险 飞机员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又有责任 我们要把航母 变得尽快的尽早的行动战斗能力 要形成能力 必须去试 去训 去训练 去大胆的一尝试 去探索 这个脚步不能停止 否则的话 永远不可能形成作战能力 这就需要我们有创新精神 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 经过成百上千次起降的实验和训练 中国这批最早的舰载机飞行员 最终驾驶飞机降落在了航母的甲板上 训练越刻苦 水平越高 技术越高 它就越安全 自第一代飞行员取得航母飞行资质认证 标志着中国 已经具备独立科学 严谨高效的舰载机飞行员训练体系 为舰载机飞行员队伍的持续稳定 快速发展 打下基础 风险高 难度大 没有经验 所以航母编队的训练一直严格遵循着科学组训 寻训渐进的原则 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讲掌握了舰载机飞行的技术 竟然掌握了使用舰载机作战的战术 那么在这过程中啊 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努力 汗水 甚至鲜血 张超 这位29岁的航母舰载战斗机 一级飞行员 就是为挽救战斗机而英勇牺牲的凯模 他的事迹 激励了更多优秀飞行员 投身到舰载机飞行事业当中 在航母上 有上千个战位 上百个专业 舰员都是从海军各部门层层选拔上来的精英 他们都要忘记以前的经验和荣耀 一切从零开始 但形成航母战斗力的紧迫感 又要求他们必须尽快创造性的适应训练 因为只有平常训练睡不着 战斗之前才能睡得香 航母甲板上舰载机的数量 从一架到两架再到多架 给甲板上飞机的调运和保障工作 不断提出新课题 首先是确保安全 因为如果舰载机在航母上出现任何事情 当然都是毁灭性的 其次是要最大限度的追求这种时间的缩短 就是保证舰载机在有限的时间内 最大限度的出动 最下限度的回收 在时间单位紧张到一秒计算的多架飞机起降过程中 甲板上的调运必须做到高效有序 如果是在体飞区或者逐渐区 如果它造成卡制了或者说阻塞了 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这个问题是必须立即快速 无条件的把它给处理掉 每次训练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 像这种核心设备的保障 同样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完全依靠自己摸索 持续地在摸索中前进 尤其是在处理一些特殊情况的过程中 保障部门的人往往寝食难安 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流程改进的过程 比如一度困扰大家的舰载机降落时 偶尔会发生钩索不分离的问题 最初解决需要十几分钟 现在则只需要几秒钟 从你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 到你现在这个高速里解决这个问题 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过程持续地 然后大概进行了有将近两年时间吧 然后所以说这个每一个流程的改进 都是经过这个经验的不断积累 不断的实验和训练 才能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这次航母编队时兵时代演习 也让另一个部门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这只穿着醒目的红色马甲的队伍 是航母上的弹药保障部门 我们很多站位呢 是在这个飞行甲板以下 是常人看不见的地方 包括这个非常深的弹药舱 别人看不见 这个前几年呢 飞机又很少执行这样的 这个实弹的设计任务 在航母上 弹药舱的分布和转运的路径非常复杂 环节也非常多 其保障工作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个部门甚至在航母建造期间就开始介入 从接舰期间开始 我们就与这个 我们这一套弹药注运系统的相关场所 进行共同的这个 舰上的施工 包括跟产跟训 在此期间 我们提出了大量的这个装备的改造意见 这个为我们后续高效安全的这样转运 这个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航母上存储着大量各种各样的弹药 导弹型号和数量都异常复杂 把导弹转运到飞行甲板上 为飞机挂弹 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就是为这些弹药做一系列的技术准备 包括装配 检测 测试等一系列的流程 实弹装运 对操作人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 都有很高的要求 我们的使命呢 就是确保导弹能挂得上 而且要确保导弹能打得出去 打得准 打得很 陈舰所有弹药部门官兵 要对存储弹药的详细信息都通盘熟悉 然后根据作战的使命任务和作战计划 选择最快捷 最高效的一种转运保障模式 四年来 他们的秘诀就是夜以即日的训练 训练 再训练 而舰上的各个站位 都是用他们的心血和智慧 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研究 从发现问题到不断的优化整个组织运行的模式 辽宁舰是我们中国整个航母建设的总执舰 不单单说是讲人才 还有我们的训练方法 装备建设的经验 维护的经验 以及管理方法等等 都是在辽宁舰上从无到有进行探索研究的 那么这一系列成果 对于后续的航母建设 加快他们的训练水平提升 和形成作战能力 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的 对于后续的航母建设